黄鼠狼又名黄皮子 黄大仙 在东北地区 有很多关于黄大仙的民间传说 尤其是在黑龙江大西安岭地区 这种传说更是有鼻子有眼 按照民间的迷信说法 黄鼠狼一旦得到升天 便可以接受人间的咽喉供放 人们只要向黄大仙祈愿 就能够梦想成真 反之如果对黄大仙不尽 那么就等着倒霉吧 可这个名叫画眉的女人偏偏不信邪 她悄悄拿走了供奉黄大仙的食物 刚走出没几步 就听到有人在不断交换自己的名字 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更多的尸体将她躺躺包围 好不容易回到村里 此时的画眉已经变得十分诡异 她目光呆滞 怀抱一堆名字坐在门口 知心胡八一和温胖子 跟她打招呼 画眉 回去吧 怪冷的 画眉却像上司一般冲向他们 幸好其他村民及时将她抓住 而就在这时 一个村民发现了王胖子手里的黄大仙皮 原来王胖子早前去山里打死了一只黄大仙 还将她的皮剥了下来 而当地流传一句话 惹了黄大仙 全村都玩玩 可见黄大仙在当地有怎样的名声 村民将两人抓了起来 并立即请来跳大神做法 只见他一顿操作猛如虎 面对黄大仙却变成二百五 看来黄大仙怨气很重 眼看丢了面子 他告诉村长 冤有头再有主 村长立即明白过来 他转身对着胡八一两人说道 你们要是能挨到明天 就说明黄大仙原谅你们了 到时候再回村吧 说完带着村民们离开了 任凭两人怎么挣扎也没回头 天上飘着大雪 就算不被黄大仙弄死 也会被冻死 幸运的是 猎人脑罩带着燕子救下了他们 但他们却遇到了更大的危险 这是一座建在地下的黄大仙庙 胡八一等人为救人 误打误撞进入这座黄大仙庙 刚进来就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 看样子昏飞已久 只能在壁画上看出他往日的香火顶上 他们在上面发现了献祭黄大仙的仪式 只要给黄大仙献祭人的闫耳口鼻 就能让死者死而复生 而猎人老赵却说 胡八一靠着祖上留下的 石榴之阴阳风水秘术残卷 推断出黄大仙的雕像就是圣门 随后他们看到了一座降在地下的大宅子 推门进去 释放主人家正在过手 宅法的管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请他们吃拳机宴 我家老爷呀 酷爱吃鸡 哟 大喜大力 戏台上正唱着大戏 胡八一发现 台下的观众只会拍手大笑 竟没一个人动筷子 他不小心踩到一个妇人的脚 却不见妇人有任何反应 就在他带着疑问看向周围的灯石 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横梁上 他手里把玩着胡八一救人的阴阳骨 胡八一向他索要 他却三番两次虚少于他 就在胡八一搬来凳子 踮起脚尖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骑到他的脖子上 死死将他勒住 但其实他是中了黄大仙的鸡毛 周围的人对他视而不见 好在胡八一随身带着刀 他奋力将绳子割断 才侥幸夺过一截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队友老赵被黄大仙迷惑上吊自杀 王胖子和燕子被管家迷失了心智 但其实也是在上吊 胡八一知道管家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一刀射出 正中管家后辈 果然他献出真身逃走了 王胖子和燕子也终于得救 而更诡异的是 刚才听上戏的人 全部变成了直渣人 一切恢复原样 可他们真的走出这场阴谋了吗 人点足 鬼吹灯 胡八一看着手里熄灭的蜡烛 他知道他们还在黄皮子的陷阱之中 刚才还在屋内的几人 竟出现在走廊上 而在走廊的燕子 此时却出现在屋内 更让他们后怕的是 双方都在敲门 却仿佛不在同一空间 根本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当他们家门踹开时 燕子根本不在屋内 蜡烛也怎么都点不然了 他们只能一间间寻找 最后在西太太床上 发现了一句声音 老赵慢慢撂开脸子 只见一个紫扎人躺在那里 可指人的手 分明是人的手 胡八一借开面具 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燕子 燕子害怕的收到床角 在几人安抚下 才慢慢回过神来 胡八一算出 这座阴仔主任的房间就有深门 也是他们唯一逃出去的希望 可当他们推开房门 却回到了原点 难道就走不出去了吗 就在几人垂头上气之时 燕子和老赵却跑到戏台唱起戏来 唱着唱着 燕子突然抽出一把刀 原来他们还在黄皮子的陷阱中 那不是真的燕子和老赵 就在两人准备逃跑时 几经搏斗 两人终于跑到鹰仔主任的房间 他们连忙躲在门后 可就在悄悄观察时 吓得他们连忙半东西堵住大门 可女鬼也不是吃素的 几刀就将窗户砍破 就在这时 胖子发现了一口棺材 他连忙推开棺材盖 让胡白夜躲进去 自己留下断后 可胡白夜的表情却变了样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此时女鬼已经探入半个身子 不断挥舞着手里的砍刀 胡白夜突然将胖子按倒 女鬼消失了 而胖子也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看来黄皮子和这个小女孩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这一切的背后 竟还有另一层阴谋 优优独播剧场—— inten